每個人都想養動物 難道每個人都懂得保護動物嗎? 是否屬於犯法? 我覺得送給人沒什麼問題 因為算是幫他找到一個貴宿 我覺得動物只要有人照顧 不是自己一個的話 我覺得其實沒什麼問題 不可以 因為會傷害他 我覺得算是犯法的一種 因為你本身要承認他 要養他 就要照顧他 直到中路 因為他才是一個生命 我覺得算是一種釀迫的 如果你氣養的話 不只要帶動物 我覺得已經是家人 你不會氣養你家人 就是家人的一份子 不想用狗帶 香港應該 我不是很清楚 街上也有些人不想用狗帶 讓狗自己走 如果很兇 那些狗就帶狗帶 是最好的 以外國來說 譬如你拿狗帶 其實只不過是牽著一隻大狗 到處去 小狗多數很少讓狗帶牠 這樣 香港有些狗 都未必說 這麼小隻帶牠出街 因為牠們自己帶小耳便 根本在家裡就可以搞得到 覺得牙 牠沒有牠基本所需 有些可能不適當的訓練 不是很照顧牠 小理牠都算是虐待 都不帶牠出街 只是困住家 我都覺得是虐待 你不一定去打才是虐待 你對牠這些都好像不人道 我都覺得已經是虐待 我們不可以打小動物 不可以打小動物 因為小動物會有在上面 觸犯法例 我想現在香港應該沒有 也有這麼多被人欺養動物的機構 都要的 令香港可以少些遺棄動物的案例 其實有需要的 因為始終看新聞 好像香港沒有相關法例 我覺得關懷動物權益 都是一個文明的法例 我覺得應該提高大眾 對這些寵物的認知 動物應該怎樣去養 有什麼法例 限制我們這些養寵物的人 還有如果真的不想去養 那應該怎樣善待動物呢 我覺得政府應該做多這些事情 先代動物人人有責 記得LIKE & SHARE香港律師會法律州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參加法律州2018活動